來教一下怎麼用 Android手機來播放教學影片 我們就是把 這一個隨身碟呢 這是OTG USB隨身碟 把這個OTG USB隨身碟呢 把它插進來 這一個 手機的USB孔裡面 注意一下 這有分寸感面喔 這比較插錯邊喔 這個是有點像T弦的東西 不要插錯邊了 插錯邊的話 你印刷會壞掉喔 那這裡有可能會問你東西 你就是按確定就對了 然後呢 用Android手機播放教學影片呢 是用VLC這個程式 就是用VLC這個程式 或者是叫做APP來 VLC這個APP 那這一個VLCAPP 在哪裡呢 就是你要到 這個 Play商店 就是Google的Play商店 這裡 這邊 有商店 這每一台手機 可能出現商店的地方不一樣 你要找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 然後這邊就是 輸入 VLC 這樣子 輸入VLC 然後按Enter這樣 其實也可以用 KM Player 就是KM P-L-A-Y-E-R 這個APP也可以 但是 KM Player這個APP呢 它免費的版本 會有廣告 播放的時候 播放教學影片的時候 會有廣告 所以老子比較不建議 那VLC 它是一個免費的APP 而且呢 你播放教學影片的時候呢 不會出現廣告 所以VLC比較好 那VLC呢 會出現很多個 那你就是 選這個VLC for Android 這個VLC for Android 它點一下 然後按安裝 或者下載 因為老師 之前就已經有 下載安裝過了 所以它這邊是顯示開啟 如果你沒有下載安裝過呢 它這裡是顯示 下載或者安裝這樣子 那就是下載或安裝 那我先把它開啟一下 那你安裝完以後啦 你安裝完以後呢 它 可能就是出現在桌面上 或者是 你點這個裡面 這樣子 找一下 就是在這裡 這裡也是 這一個是 這一個也是 它只是放一個結晶在這裡 這樣子 那老師把VLC打開一下 這樣子 好 那 然後呢 我們要看 這個隨身點裡面的資料呢 我們要打開檔案中管 檔案中管呢 老師已經安裝完了 或者是大部分的手機 已經有內建好了 檔案中管 那老師檔案中管呢 這一個 文件管理器 然後我把它拉一下 你會出現 USB 或TG USB或TG USB或TG就是這個 或者叫它外接 或外部的 USB 那你就會看到說 這裡面有很多的課程 就是 現在已經讀出來這裡面的資料了 那老師 比如說 隨便打這一個好了 輸入這一個 然後再輸入 這個media 然後再點這個 除了common 跟這個 star以外 就是 要點這一個 然後 點video video video才是真正的教學影片 那這裡就是很多教學影片 就是化學課程裡面很多的教學影片 那你隨便點一個 比如說 這一個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你要用 什麼程式來開啟 你可以不忘記 或者 canbler 或者是vrc 那老師建立是用vrc 啊 然後你可以選擇 適度採用或者 適度採用 適度採用 適度採用的話就是 你按了以後 以後 你開 教學影片的話 都會用vrc來打開 那你如果 用 按這個 適度採用的話 那麼 你下次 開教學影片的時候 他會再問你一次 要用什麼程式來開啟 那老師 選這個 適度採用好了 這樣子 然後他會教你 要怎麼操作 然後這裡 這裡 你按一下 他可以調整 老師講話的速度 你看這裡有一個人在跑步 就是 你要按這一個 三點這一個 按三點這一個 然後他就會出現 他就會出現這個 有一個人在跑步 然後下面有 那個 老師再開一下 就是按這一個 三點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人在跑步 就是 會顯示 播放的速度 下面這個數值 就是播放的速度 下面這個數值代表播放的速度 1x代表正常的播放速度 就是正常老師講話的速度 那現在1.52x就代表 現在老師講話的速度很快 就是平常的1.5倍這樣子 那把 播放速度加快的話 可以節省時間 就是你不用 花那麼多時間去看教學影片 老師再開一下 因為現在播放完了 比如說老師這樣 點一下 調整一下 播放速度 播放速度這樣子 他 平常的 一半而已 你看 現在老師講話的速度很慢 然後 老師可以 調快一點 2.27x 就是 播放速度 老師講話的速度是 平常的 2.27倍 這樣子 這樣 老師講話的速度就會很快 這樣子看教學影片 可以節省時間這樣 那你如果發現說 你調快 或調慢播放速度 老師講話的聲調 音調 變得怪怪的 就代表說 你要到這裡 就是 老師跳開一下 先停止一下 回到 首頁 就是回到首頁 老師回到首頁一下 來 回到首頁一下 來 設定VLC 回到首頁一下 來 設定這個VLC 點進來 然後到這裡 點進來這裡 點一下 然後 聽到設定這裡 然後他這裡有效能 然後你要注意 音訊實力伸縮 這裡要打勾 你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講話聲音會怪怪的 不信的話 老師 用一次給你看一下 我把它取消掉 然後 我們回過頭來 看這個 隨身點進去的資料 就是到 檔案總管 或者文件管理器這樣 就是到 USBOTG 然後隨便點一個課程 有時候 補這一個 好了 你看 現在老師講話怪怪的 你看 老師現在調到正常速度好了 先調到正常速度 先調到正常速度 正常速度 正常速度 正常的 正常速度 正常的話 音調不會怪怪的 然後我現在把它調快 把速度調快 而同樣一下 你看現在是正常的講話速度 音調是正常的 那現在如果把 你看 播放速度調到1.67x加快了 講話的音調怪怪的對不對 現在講話音調怪怪的就是你要回到 這個首頁這裡 回到桌面這裡 回到桌面這裡去調整VLC 它的效能 都在這裡 點一下 點在這裡 這三條線這裡 或者是換成直來看好了 點一下這裡 然後在這個 頻道設定這裡 然後按效能 然後把音訊實力伸縮 加速或 減速音訊 但不會改變音調 所以把它打勾 這樣子 加快或 減慢播放速度的話 音調才不會怪怪的 注意一下這裡要打勾 好那老師回過頭來看 這個 OTG USB 就是到這個 文件管理器 或者檔案總管這裡 那你看 你看現在 講話的速度是1.67x了 那你看講話音調有沒有怪怪的 沒有啊 好那老師回過頭來 首頁這裡 有時候 可能你的手機檔案總管 有問題 或者是找不到檔案總管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到 Google商店這裡 Google Play商店這裡 我們先回到所謂好了 到這個 Google商店這裡 到這個Google商店這裡 然後 你可以去 先跳出一下 然後 輸入檔案總管 好那現在我們在這裡 點一下 然後輸入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 我們按Enter 然後 會有很多 檔案總管的 app 那老師通常都是用 這個 檔案管理員 或者是這個 file commander 或者是這個 檔案管理員 hd 這樣 那老師示範 用這個 file commander 好了 那你就是 按這裡 下載安裝 那因為老師以前 你就 下載安裝過了 所以它這裡是顯示開啟 那我就是按開啟這樣 然後你安裝完以後呢 你就是 回到桌面 或者走頁這裡 點一下這裡 然後 找一下 像老師 就是在這裡 安裝在這裡 file commander fk 這樣 然後 然後 這裡面 USB 裡面的 資料呢 它是在 外部 USB 這裡 這邊其實可以 拉來拉去 如果沒有看到這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上下拉來拉去 看有沒有看到這樣 就是 外部 USB 這裡 然後 然後 這邊 就會出現 這個 記憶卡裡面 這個時裝點裡面的課程 比如說老師想看數學上 就點進去 然後到media裡面 然後 到 除了comment 還有 到 這兩個 以外的東西 就是到這裡 然後 再進到video 這裡面就會出現很多 教學影片 那課程的順序呢 你就是去看檔名前面的數字 比如說 1支 就是第一個課程 然後 10支 就是第10個課程 這樣子 然後100支 就是第100個課程 那第二個課程 就是在 這裡 這是第二個課程 第二個課程 2支 A底線2 然後 第三個課程 第三個課程 在這裡 3支 A底線3 然後第4個課程 4支 A底線4 這樣子 然後第5個課程 然後第5個課程 就是在 5支 A底線5 這樣子 課程的順序 就是照這樣子的順序 好 那老師介紹完了 怎麼用Android手機來播放教寫影片 這個課程 有一個課程